运球就看Uncle Chu 战术就学Coach L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鲁鱼双胞胎兄弟Fis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单节20分 带着四名替补队友逆风翻盘 这就是我不想称他为射手的原因 库里的伟大已经远超了射手的定义 我很喜欢他的强硬 库里永远不会拒绝投篮 当队友在攻防两端深陷沼泽 库里选择大包大篮 将所有的压力扛在自己的肩上 莫杰那些神仙三分球 进了就是进了 如果没进 他也要背负起谩骂的声音 勇士前三节是一直在输分的 尤其到了第三节 勇士全队单节仅拿到17分 从另一个角度看 可能科尔真的想握出 阻止骑士进攻的办法 毕竟已经到了比赛收尾阶段 勇士一直被对手强硬前场篮板 和内线外线双重开火问题所困扰 很多人看到结果也会奇怪 为什么在卢宁围巾私在城时 勇士防守一直被骑士捅得千疮百孔 莫杰的别利查 波特和安德森组成的三封线阵容 反而浇灭了骑士进攻的火焰呢 上了卢宁这名中锋 勇士一直没法保护自家篮板 反而把中锋换下 篮板球却保住了 库里这场比赛够神 但这终究是一场团队比赛 库里一个人再强大 终究还是有限的 那么勇士究竟是如何 在生死决战阶段 打出一波36比8的超级进攻波 所以这部影片 就让卢宁为大家分析 在库里的带领下 是如何让勇士攻防换人一星 实现了逆风翻盘的胜利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最诡异的防守端 为什么说最诡异呢 就像我开篇说的 卢尼在输篮板 卢尼不在赢篮板 我们印象中 防守能力强的球员 维金斯 佩顿二世 他们在防不住骑士 他们不在 骑士反倒不能得手了 你们说鬼不诡异 其实这一系列问题 来自于骑士的挡拆进攻 基本就是这个回合发生的事 你们看 当普尔被挡住时 卢尼需要担任补防球员 但当卢比奥刚刚把球扔出去时 骑士的前锋 已经领先卢尼一步到篮下卡位了 所以勇士一直丢前场篮板 因为三大原因 第一个就是因为这回合发生的情况 篮板先站好位置的一方 就掌握了篮板球的主动权 第二个就是篮板实力了 篮板球这个东西 也有学问 就像龙多一样 在塞尔提克效力时 一场比赛都能拿不少篮板 篮板嗅觉这个东西 真的存在的 其实前锋的篮板嗅觉足够出色 并且比积极性 他们一点不比勇士差 所以有几个回合 即使卢尼在篮下站好位置 与威金斯一起 都抢不过一个人 这确实发生了 像这种前场篮板球 就真的没有办法 至于第三个问题 就是勇士的防守 勇士的防守 其实是有点混乱的 像这个回合 你不能说库里去抢个篮板 这个意识不好 但因为他的存在 追梦就直接放弃了 与对手卡位 看着库里把球拨出场外 勇士本场比赛 出现了很多次这种情况 不是普尔在篮下 就是库里在篮下去抢板 库里防守积极性是出色的 但这个工作让追梦来干 或许更合适一些 这也间接说明了 为什么从结果来看 维金斯以佩端二世在场 勇士却在输球 你们看 佩端二世和维金斯的协防是正确的 但确实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因为勇士总有那么几个点 被骑士抓着猛打 外线防不住 协防球员就辛苦了 于是 勇士一直防不住 骑士的火力输出 至于进攻方面 骑士在挤掩护 绕掩护方面 做得非常出色 他们总是能给 无球跑位的勇士球员 制造很大的麻烦 很多时候 勇士被迫让普尔 维金斯 库里在外界完成高难度三分 结果就是 库里能投进 但那两手感没了 这确实看起来 勇士在攻防两端 被骑士抓得死死的 在损失阿伦和莫布里两员大将后 还能如此限制勇士进攻 以实属不易 但接下来 克尔的调整 应该是全场最佳操作了 他不仅换上了4T补阵容 表面上看 勇士之前的阵容 和第四节阵容 防守策略很接近 带一手高机动性斜防策略 不断掐灭骑士的进攻 但我们对比一下就很清楚 两者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回合 大家注意维金斯的举动 当维金斯从篮下附近 移动到底线时 骑士进攻球员刚好发起了突破 于是勇士开始拆东墙 补西墙 各路开始斜防 前三节勇士的斜防 是极其被动的 等到进攻来到一个 极其危险的位置 他们的斜防才到 但第四节完全不同 我们注意看 波特和库里的防守 同样是 其实在湖顶发动挡拆 直到迪恩韦德接到球 波特都没有到外线 要知道迪恩韦德是他的人 但我们看库里和波特的位置 他们俩同时踩在了 强弱侧的篮下附近 此时迪恩韦德想突破 路线都被他俩堵死了 想投三分 别利查又在自己身边 这就是勇士做出的最大改动 他们不再被迫防守 这一次我们要拿住防守主动拳 大家试着想象一下 你们是持球的迪恩韦德 看到勇士在两侧篮下都安排了防守 一定不会贸然突破 可以说勇士的防守策略 在骑士发起阶段 就掐灭了他们的进攻发起 库里这个位置感很出色 对比维金斯的回合 维金斯看到湖顶球员接球后 他放弃了篮下去底线看着他的人 当迪恩韦德接球后 库里依旧没有离开 而是等波特到篮下时 迪恩韦德放弃突破后 他开始慢慢靠近若素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勇士防守在第四节 限制骑士只得了八分 骑士本身就没有像KD一样 单人爆破非常强硬的球员 他们只是在寻找勇士协防 换防中出现的漏洞 而勇士的做法 不再是骑士点燃导火索后 才想掐灭的 而是骑士刚拿起点火器 准备点火时 直接一脚把炸弹筒踹飞了 对比第三节防守策略 勇士前面的防守 是对方发起挡拆 就普尔和鲁尼去防守 其他人看着自己人 改变后 勇士的防守是 无论骑士哪名球员拿球 我们五个人一起防守 踩着不同的斜防位置 让你持球手 看不到一丝进攻机会 于是骑士找不到机会 去篮下卡位又来不及 勇士机会就出来了 至于进攻方面 实在是库里的无球 把防守拉扯得太严重了 除去那些三分神仙球 我觉得这个回合 是勇士的最精华之处 我们把目光 先放在库里一人身上 先是帮队友做的无球掩护 随后三次漂亮的假跑位 骗过了跟防球员 一记三分穿云剑 设计了本节第三季三分球 非常精彩的跑位 库里的无球意识 真的很出色 但为什么之前不这样打呢 原因在库里的队友上 我们再把目光 放在库里的队友 你们会发现 当库里开始跑位时 四名球员没有一个待着不动 都在不断地配合库里跑位 第一次库里帮波特的掩护 库里篮下并没有出现机会 第二次想配合别利查掩护 外弹三分线 但也被化解了 接下来波特的操作非常聪明 他看到库里篮下没有机会 第一时间就把球交了出去 你们看 此时库里还是向弱侧底线跑 但波特依然选择向内线移动 结结实实地帮库里 事先立好了一堵墙 这个挡拆价值连城 库里也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机会 此时我们再看 科尔换的都是什么阵容 懂得无球跑位切入 防守更胜一筹的达米恩里 三个封线球员 没有维金斯的进攻能力 但都是挡拆一把好手 这个阵容拿上来 科尔就是要赌了 赌库里的无球体系 彻底打穿骑士的防守 我觉得让科尔有这样的想法 来自于维金斯的表现 维金斯一些个人单打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成效 但有一些空接效果还不错 之前勇士有这些无球跑位戏份 但那些无球跑位不是五个人 而是局部两三个人 总有一两个勇士球员 站在底角一动不动 这也变相堵死了库里的一个出手空间 但即使这样 也会有一些空切机会的出现 骑士防守轮换很出色 但因为缺冰少将 还没有真正限制勇士的程度 于是科尔摆上了这套阵容 库里无论是篮下 还是外线所有位置都被盘活了 之后也是因为库有引力 达米恩里和安德森 不断有骑士漏掉的空切机会 究其原因 还是科尔拿的这套阵容很漂亮 之后让追梦剃掉波特也是一个道理 这样的拼命三郎打法 对于体力消耗非常大 而追梦同样非常擅长这些工作 这也是勇士第四节赢球的原因 如果说前三节 勇士无论攻防 都是局部两三人来打 自第四节开始 勇士就变成了五人篮球 没有一个在底角喝茶 所有人都在配合库里的跑位速率 不断打出漂亮的配合 科尔所谓的赌 赌的就是相信库里 而库里也是不负众望 真的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也是这场比赛 带着四个替补 轰下了36比8的进攻波 让我真正见到了 篮球有一种体系 叫Steven Curry 一场伟大而又精彩的团队胜利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鲁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鲁鱼一起掌球